这么说 那群盗贼 只是东海周围村落的猎户 说来也是可怜 听闻近来东海龙宫 派出了东海巡察 打着收取税赋的旗号 四处搜刮财富 他们也是被逼走投无路财 龙宫 龙宫本是隶属天界 为何插手人间之事 现如今倒出一片乱象 我看东海那群家伙 定是没要好心 切莫乱说 东海势大惹不起 小心为上 小心为上 禀报城主 按您的安排 三少爷哈大哈妖妹 已经去拜见聂师傅了 聂师傅 可是那位铜骨大师 正是 短短时间 这三个孩子 在文武九术 礼 御车 骑马 射箭上 也颇有心得 又怎可少了乐呢 城主所言极是 口口相传的上品乐声 不仅交流情感 更能鼓舞人心 甚至 可以震动心神 支配战场呢 音乐 音乐虽然风雅 可不过是娱乐的小技 也不知道父亲 为什么非要我们来学 我习舞倒是可以 但唱歌真的不行 你们似乎对乐 不太感兴趣 父亲 父亲 这位先生 父亲并未说明 让我们学习音乐的道理 还请赐教 走 音乐的道理 多说不如多做 听好了 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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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鸣 共鸣 彼此不同 却能齐心协力 师父 是我无知 请师父传我真正的约 无形不错 不过阿湘随我学艺 可没那么简单 这三个孩子 居然还挑剔起来了 多亏念师父出手 才能让他们懂得 乐的妙用呢 只是 这无鹰之乐的考验 是不是早了些 如果只想陶冶情操 自然不用这么麻烦 可想学上等之乐 还得去其行 发于心 所以设下这无鹰之乐的考验 三位小友心怀大志 大可一世 无鹰之乐 无鹰之乐 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怎么会有无鹰的乐生呢 既然是 虽然是聂师父的考验 一定有道理 有了 启悦 喂 还没完呢 别跑啊 小兔子 还是你识货 读耳朵根本不算无鹰 铜骨象征尊崇激励 拿来演奏确实有点难 不管了 先随心所欲的搞上一番才是 那这说的对 与其这么憋屈 不如放手一起 嗯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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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无垠之乐 做到了 我们做到了 我们 我们做到了 刚才 刚才好像做了一场梦 完全忘记了铜骨之音呢 不错 不错 小小年纪 并如此悟性 好啊 老人家 刚才那个引导我们的轻心乐声 莫非是你 我听到音乐声了 我在那边 看你还往哪儿跑 这群赵牙 这里危险 小妖快走 老月圣 我看你这次还能逃到哪里去 乖乖地跟我们走 咒王无道 直动享乐 让我小丽简直是践踏音乐 就算抓我回去 也休想要我写那迷迷之音 大胆 谁敢 什么人 我去 反了反了 几个娃娃也敢阻挡我大声办事 费什么话 一起抓回去 上 老人家放心 谁也休想把你带走 对 这点交给我 一人一个 可以 狂妄的娃娃 快打 地盾之术 好哪吒 快出 哪里跑 追 不可 不可呀 老人家 放过这些恶人 他们一定还会对付你的 你们惹了大祸了 他们 他们是大伤的密探 都怪我 连累了你们几个孩子呀 密探 管他是什么 前方就是我们陈塘官 没人再敢为难你 多谢三位小友 只是你们有所不知啊 唉 中原百姓的日子苦不堪眼 我不忍见此惨状 决定辞官隐居 不想这骤王的探子 居然追到这里 可恶 一国之主 竟然只知奢迷享乐 他们要是再敢来 看我不 不可 中原地大物博 朝廷势力滔天 八百诸侯国 随便哪一个都不是好惹的 八百诸侯国 而且 那赵王还与幽 还与什么 罢了 说的再多 也是徒增烦恼 进入我们有缘相会 老夫演奏一曲 赠于几位小友 老人家 老人家 怎么称呼您呀 全音乐胜 全音乐胜 真好听 真好听 好听 真好听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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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心里是得意的紧吧 要不我们也看看去 哈哈 哈哈 合作 罗掌 真的能行 你上好吗 野猪怎么可能懂 有敌深入的兵法 准备好了吗 上 就行 就是现在 真的抓住了呀 哎呦 痛痛痛痛 看你还装下 回去吧 装脑房屋的家伙已经抓着了 好 来 来 快去看 快去看 好可爱 这个东西怎么办呀 多谢你啊 来 来 来 周围呀 周围呀 来呀 周围呀 这 这 来呀 来 喝口茶 杜婶 您的国茶 越来越好喝了 给你 好大一头野猪 这是你们抓的 对 前些天 这家伙撞倒了 黑牛哥家的房子 我想着 学好了武艺兵法 也该帮大家 做些事情了 你这孩子 又偷跑出城 孝行被你父亲知道 这一次 父亲一定会夸我的 杜婶 哪吒为我们大家 做了件大好事呢 我们快走吧 不知道黑牛家的房子 消好了没有 这个事情实在蹊跷 受损的房屋 看上去是野兽造成的 可受灾的警户人家 都是反对向东海 缴纳水废的族人 水废 水废 城中用水与东海何干 城主 武士虽是小地方 但也不愿受此欺负 只要城主应许 坐 我们陈塘官与东海接壤 东海龙宫势力庞大 又扼住了我们通伤的水路 遇上东海巡查 只能褪比一样 啊 城主 东海贪婪 可陈塘官示弱啊 不可将百姓带入水深火热之中 城主的苦心我何尝不知 只是 这群顽固的村夫 用东海的水浸得不交钱 拆了他们的房子 看他们能撑到什么时候 牛哥 看我们抓到了什么 是那只撞翻了房屋的野猪 二弟快来看 那只可恶的野猪被抓住了 哪吒 是你抓的 小意思 这下大家就不用担心野猪作乱了 真是太谢谢了 对了 你们饿了吧 不饿 我们不饿 我给你们拿瓷吧 瓷包 不酷啊 只准拿两个 千万不能让哪吒见到瓷吧 二弟快去招呼咱家过来 晚上我们吃猪肉 不缴纳龙宫水费 却有钱吃猪肉 岂有此理 这群刁民分明就是密室龙宫 狩献这么大的野猪 经过我们东海的云雪了吗 糟糕 好像是咱们用来种房子的野猪 什么 那可是咱们的油签树 东海的官爷 这野猪是我朋友刚刚捕获的 跟东海并没有关联 他说是他们捕获的 你说那个小个子 当我们傻嘛 就这么个小家伙 喂 你说谁是小家伙 我可没空和一个小孩计较 不交钱 就把野猪交出来 敢抢我的战利品 找打 你这 不要冲动 别忘了老师教的 不能轻举妄动 啰嗦 这是哪吒打的 你们不能拿走 闪开 二弟 你岂有此理 竟敢出手伤人 糟糕 哪吒 大胆 你要不要试试 真是小坑 这是什么东西 放开我 完了 这事 哪吒 老头 你个小子 承主 少爷在巫师领地 和东海巡查打起来了 什么 这孩子 你个小章的小子 这事 有意思 这个看我的小子 休要得意 看我的 四头龙王 还有什么本身 你是什么人 得罪了我们东海龙宫 你们统统别想好过 可怕吗 我们给城主惹麻烦了 知道害怕了吗 东海龙宫比我们强大许多 还是不要招惹了 不过是群头头摸摸的臭鱼烂虾 管他什么功 只要欺负百姓 就要付出代价 住手 嫌疑你们了 不要 原来是个虾皮 得罩 你这孩子惹大事了 为什么 我办了件大好事好不好 好事 那我奖励你关禁闭半个月 好不好 关禁闭 这算什么奖励 城主 父亲 是他们欺负族人在先 哪吒才 糊涂 那东海龙宫 几时我们能招惹的 别担心 一人做事一人当 父亲 这事是我干的 我认罚 但禁闭半个月太不公平了 我回家要告诉你先 让他也不理你半个月 噓 别别别 三天 禁闭三天 这事你确实做得鲁莽 好吧 真的拿你没办法 谢谢大家